我是在球旅中最铁的铁粉 很感念有你们的节目 伴随着我共度每个星期六美好的夜晚 对于年少轻狂的我 17年的岁月里 有时听到亲情或爱情的歌 心情总是有些感触的 他写这个鼓励我们 无形中辛苦是有代价 我们用歌声 用我们的幽默感 跨解他们就往好的方面去走 那我觉得也蛮感人的 中式综艺集团开播以来 收视率已经连装好几周全国第一 却有观众爱看之外 日前主持人康康和许志豪 接受采访时突然接获一封 来自台东监狱的亲笔信 让两位主持人倍感惊讶 康哥还亲自打开信件 在镜头前缓缓念出信中内容 原来是一位在监狱中多年的育友 特地写来的感谢信 哈喽最酷及最幽默的主持群 你们好 也不是写给我主持群 我在球里中很感念 有你们的节目 伴随着我共度每个星期六 美好的夜晚 有最美的声乐 享受集每个最酷最美的歌手 吴申梅 李子森 杜新田 吴美林 与每位大来宾 都是最坚强的主持群 对于年少轻狂的我 过错的迷惘 无知的生活 17年的岁月里 有时听到亲情或爱情的歌 心情总是有些感触的感慨 尤其是唱到软软 沙轮沾 无声梅唱的 真是加100个赞 还有蔡嘉珍唱的 露荷山 再加100个赞 在此想恳请大来宾 长长久久 加油 我是在球旅中最铁的铁粉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是 又跟我们录影一样 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彩排大概四五个钟头 然后录影大概两三个钟头 那我们做一集七个钟头好了 那一天录两集要十四个钟头 然后十四个钟头 这中间还有要放饭嘛 还要这个NG啊 那可是呢 每次录完以后 收视率很高 我们就觉得辛苦是有代价 那这个就像收视率一样 它写这个鼓励我们 除了收视率是比较现实的嘛 收视率不好 节目就要收嘛 那这个就是 最实际的啊 就是无形中我们也帮助了 一些比较在生活中 这个过得不好的 或者是犯过错的朋友 无形中我们用歌声 用我们的幽默感 跨解他们这个在 他讲的囚徒嘛 他们在那边的 他要悔改嘛 然后也影响到他 就往好的方面去走 那我觉得也满感人的 嗯 超级歌喉战嘛 好好好 算对 算对 有人写信给你 嗯 通监狱了 嗯 监狱的人笑过 你收到监狱的通知书 是叫你去报道啊 没有他们在监狱看我们节目吧 他真的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啊 嗯 以前大家来说 叫都是医院嘛 因为那个公囚的 他们变他的人 都变变 心情不好 都看我们的节目 身体就会好起来 所以我们是有福报的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